这辆来往往远近拿着仪器 站在人行道上要取缔违规 这里是台中公车最密集的台湾大道与建国路口 因东海女大声遭撞身亡事件 台中市寄出公车大执法 市长卢秀燕亲上火星视察 所以台中市一天发出8000班的公车 即使是零星事故 我们也不容许也不希望 根据台中市警局统计 光是25号到27号约2万班次公车 已经取缔到22件违规 一闯红灯跟卫衣规定使用方向灯居多 台中宣布公车大执法无限期延续 有钱公车驾驶就在网路上大吐苦水 这名已经离职的驾驶 PO出一张冰霸杯的照片 写着这是功能十足意义非凡的冰霸杯 因为他有天身体不适依旧咬牙上班 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冰霸杯 只好一手握方向盘 一手拿冰霸杯呕吐 字字句句道出驾驶无奈 与不为人知的心酸 病重也不敢请假 跟被人诟病开车横冲直撞 旧驾驶反应是因为 卢秀燕在107年通过的规定当中订定 驾驶只要发出误点或拖班10分钟 就会被扣钱 还定有一套罚款公式 以这次造势的305路线来计算 每公里营运成本48.01元 乘上路线长度40公里 算下来就是1920元 等于只要被罚一次一天薪水就没了 才会逼得驾驶不得不抢快 如果说有这种情形 譬如说公车司机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没有确实遵守劳工法令 欢迎检举 若发生意外付出的代价更惨重 而聚业客运驾驶被家属植一二次碾压 才导致东海女大生丧命 警方也找来幸存的学姐 再度调查 第二次传唤目击者 也就是这个受伤的女大生 制作二次比路完成 只是大致发财没多久 又有公车被目击 行驶在路口处从外侧车道 一路硬切到转弯车道 甚至直接逆向跨道对象 虽然警方没接到检举 但交通局已经锁定特定车辆 查证属实就会进行裁处 不过是否才想要改善用安全 似乎一下子就破功 进行留选赵建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